苗栗县拱天宫的白沙屯马祖往北港 十一天十夜的静香之旅 今年有一万两千名的人来报名参加 而这个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世 加上了一千多步的车 跟随马祖静香场面浩浩荡荡 要从苗栗徒步走到云林 而沿途的阵头以及文化表演精彩可奇 上完民的乡客不断涌入 在苗栗通宵拱天宫前聚集 全部都是来参加这场白沙屯马祖 南下往北港静香的活动 庙内更是人来人往 这场年度的民俗盛世热闹非凡 宫庙聚集的大批的乡客和民众 把整个宫庙围围的是水界不通 苗栗白沙屯南下马祖静香活动 是苗栗一等一重要的年度大事 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 也被评定成是国家级的重要民俗活动 而这一次整个十一天十夜的静香活动 也吸引了上万人次来参加 我们今天报名到这段 已经知道是头一万两千人 比较过去年有成长三十五百 我们好像游南这些部分就三十几台 自由家就是我们自己自由塞车去的 就一千两百多台 我们北港政府 应该在12点15分来参加 到4点来出发 除了维持传统十一天十夜的活动 没有布地的路线 所有的行程都看妈祖的职意外 县府也加入了各种文化活动 庙方也引进了空拍设备 让这个国家级的文化民俗活动更有看头 好 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